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12月28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利达首席投资及ESG 策略师王耀宗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早晨 大家好 来到今年2023年最后一个星期 美股再创新高 升级还有 道指昨晚就升了过8点 美债息又再跌 但如果看回港股方面 恒指夜期就乏力跌了29点 究竟展望2024年 港股有没有景 究竟我们的资产可以如何部署 来到年尾大家都想看一看 有没有事情可以收拾一收 稍后Andy都会和我们重点分析一下 大家要留意着 有什么个别股票嫌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隔晚美股表现 市场压住联储局 明年3月减息 美国拍卖国债反应也好 卖场债息跌穿了3.8厘米 会失手101 美股向好道指再破顶 道指升111点 报37656点 标指升6点 报4781点 距离去年1月的纪录高位 只是相差大约0.3% 而纳指升24点 报15,099点 欧洲股市 起胜单价之后 亦做好 欧元就升到5个月以来最强 其今升超过1% 迫近2,100美元 这个个别的焦点 美股 Tesla升了近2% 有券商就预计Tesla 第四季负运量表现强劲 而Meta升0.8% Google就跌了0.8% 另外 微软和合作伙伴OpenAI租到纽约时报控告侵犯版权 微软股价回吐0.2% 看看中概股和ADR表现 京东比港股升大约1% 阿里巴巴升0.7% 腾讯只宣布286.04元 比本港收市价升0.4% 网易升0.3% 汇丰控股ADR至宣布63.63元 比本港收市价升1.7% 比亚迪亦升超过1% 理想比本港收市价升2% 接下来看看今早的外围市房 先看看道指期货升4点 高速300多点 亚太区股市方面 个别发展 日股从来都强 今早早回回一点 三万3431点 跌了249点 日经指数1.0.7% 南韩市升幅大约0.2% 澳洲市升0.4% 新斯兰升大约0.2% 接下来看看恒指黑旗的表现 升了38点 先谈谈谈外围 和Andy聊一聊 也简单 如果说今年回顾 可以说是股债回都是大幅动荡 联储局激进加息 美债息到升穿过5厘 当然大家看到年底就见顶回落的情况出现了 美股很强 即使债息一直穿 但美股来说整体走势都是反复破顶 尤其年底继续冲多一阵 AI主题整年来说都是刺激的 所以看到纳指今年来升超过4.4% 跑赢了主要的市场 如果你说一些个别的 例如日股 黄金今年升势都强劲 其实如果你选选选市场 或者选选过股 今年应该都是开心的 但我也想问Andy 你们基金今年的投资表现又怎样 对于你自己来说 有没有投资决定做得很好 或者哪些是觉得今年都要吸收了一些经验 有些教训的 其实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基金也好 或者我们的策略其实因为有好几重 我很难一概括地说了 但是主要分为可能会选股的 或者会主动去看宏观大势 其实两者 始终都比较主力 都是靠到第四季 突然间有些都急标得挺厉害 过去一个两个月都急标得挺厉害 其实当中我估计最大的 我们最主要的bet 或者其中如果在操作上 感受最大的就是说 从年中开始看到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真的要不可以过分悲观 例如说去年 数分一年前 大家都在看美国会 正在水台 就算是第一季 其实我们也有这个担心 但是后来看到AI出来 做人不可以只向后忙 即是失去第一层 但最重要是在第二层 如何追上去 其中一个学习 可以分享的是 第三季 大家记得 基本面和技术面 就是一直跟大家分享 有些是在转小的 技术面就先转小的 之后就已经提到 究竟基本面要看什么呢 其实我们就一直看盈利和毛利 这两件事都发生的时候 其实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是 尤其是主动营那边 我们自己都很企硬的一件事 就是说 不要强行转身太多 是的 选择好了 觉得未来大概两季 会有机会跑出来 或者叫给资金重新追进去的东西 那就宁愿这样留在这个摆位上面 就是资产配置上面 就由它走 所以其实今年的主动营都跑输了 给我们自己 跟指数 是的 就是我们自己选股的 美股指数 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但是就反过来 两者有点不同 那边就是纯美股 就是我们这边 就会可以买金啊买债啊 那可能对于24年 其实可以买多元资产 会好一点点的 但是anyways 两个不同策略 但是最重要是中间那种 我们会见到 例如 就算为什么选股 都是第四季 特别跑出来呢 那其实都是因为我们 选择的东西 会不仅仅只有大型股 是的 就是如果大家在第三季 才发觉大型股升很多的 你才纯粹去追momentum 就是纯粹追动力 就太迟了 没有看太多基本面的话 都可能会有点升幅的 是的 那不要说迟不迟 就是 你始终有一些货底 其实相差很远 是的 就是你没有货底的 其实你可能去到11月 尤其是香港的投资者 会很伤的 是的 这个感觉 是的 因为其实就是由11月开始 那些中小型股法力发得很厉害 是的 那我们就变成了 其实我们自己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营那边 都做得OK 是的 不如反过来说 为什么会说可能 香港的投资者 会有一个很大的感受 就是刚刚发生 这个11、12月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 就是小小的 预警 给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 比如找你向前看 去到二、三年 可能大家都还是很害怕 就是这一边 尤其是我们这一边 香港自己那个 无论投资、消费、生活的情绪 相对又不是那么好 是的 变成了大家就觉得 我拿着定存 没有所谓 就是都有四、五厘左右 是的 那因为你看着旁边 我债不了 不买别人的股票 不买别人的债券 我定存都不差 那因为你看着别人的外币 你觉得拿着港元 拿着 就是跟美金挂奥 那你就 头十个月 你都觉得不错的 是的 但是怎么知道 去到十一月这下反转呢 那你就会感受到 为什么你 就是我们自己觉得 由头到尾 都是觉得 环球的支撑配置 怎样都要这样来做个平衡 会好些 因为当你不看美股 你错了最后这个 就是十一、十二月这个浪 可能 那你没有拿着 但是债券 就算好像 例如我们做了一个TLT 就是那个长续期的美国投资 就是美国的ETF 是的 的教学 那其实 那个都升了 都不少 就是未必是长的 全续期的 但是整体来说 连债券都升不少了 那 如果你连这些东西都觉得 没有所谓的 那我觉得真的要向前看了 因为 如果你看到其他的外汇 是的 你无论英镑 EUR 甚至大家 觉得看到很淡的澳洲 是的 其实澳指 由低位升上来接近10% 是的 那这个呢 我不是说 正在离整个24年 所有东西都是 好像刚刚一枝箭那样 飙升上去 是的 但是如果你说学习上 我觉得这件事是重要的 是的 还有如果在我如果想说 望向24年之前 23年其中一个很大的学习 刚才提到的就是 你怎样去担心衰退风险 这个字眼 或者叫做经济放缓 这个字眼 因为 我说的不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结构性的问题 是很另一个角度去看的 但是我纯粹说 大家会常常心目中 会很担心 如果突然出现衰退 因为大家在说下年衰退 在说外围全部衰退 我觉得其中一个学习 其实我们今年应该 已经发生了一次 就是刚才说 美国上面 大家或者在看美股 今年年头 每个人都看美股要跌很多 因为怕经济衰退 预测有机会错 是一件事 但是怎样去面对衰退风险 是一件事 我自己看了这么多份 通常去到年底 看大概二十多份的大行报告 其实我觉得 我不是看预测的 其实我反而是最注重 是看有什么可以有学习 是的 而这个学习最好 最好就不只是 一季两季 最好原来对人生 不断再走上去 十多二十年 三十年都好 原来都会有用的 就是 怎样面对衰退 因为他那条问题 就是问 或者我带出来 就是说 究竟现在大家 每次投资 你害怕的衰退 你害怕的衰退 是好像 00年 08年 那种 dot com bubble 或者好像 金融风暴 那些 那么突如其来 或者一个 那么贵的 一个结构性的 泡沫的问题 那就令到 你一回 一跌跌成五六成 是的 还是 其实原来你是在担心 或者你害怕的 就好像 今年又发生了的 技术性衰退的地方 一定不是那些小国家 而是德国 是的 德国其实是 由今年的第二季 已经是 被人说了 是一个技术性衰退 去到十月的时候 然后出的经济数据 大家都是觉得 咬不回了 OK 在这个的时间 其实德国的指数 是有回 就是大家 其实最紧的是 衰退会回调 但是其实 那个回调 本应德国已经升了不少 跟着 同时 同时在衰退 就叫做 回了十几个百分比 十至十一百分比 十至十二百分比 但是 记住 刚才那天 十月不是说 那些经济数据 都是继续差的 但是 谁知道 他就在这一刻 突然间 这段浪就 创了新高 那这个 我想借来说 就是说 究竟我们 是想 是要很担心一些 概率很小 而放弃了一个 长线投资的概念 还是 就是 其实应该自己去拿到平衡 如何去选择一个 自己的风险 遗纳到的配置 是的 这个我觉得是 今年 就是你无论是 我们自己的体会也好 或者 在别人上面的报告 看到的情况也是 是的 还有我估 稍后再说二四年 还有一个体会 就是我们自己因为都会去投入去别人其他的 无论别人的基金也好 或者别人的ETF 我们都会看 就是我们都会常常去见其他基金经理 那这一件事 我觉得今年 其实看回大行一些 就是他们做一个整体的报告出来 都会说 一是 你就要 那个要 操作到你打到很短的 就是 短到是怎么样 就是大家就觉得 我应该每日日投资也好 很短 但是你当然 你的职效要好 是的 但是通常 你打到越短 你的竞争对手都很大的 很多的 但是是不是个个跑出来呢 在我们见到那么多个不同的 投资工具也好 基金经理也好 打得短 是不是一定代表有职效 其实是未必的